希望做出6个按钮 这6个按钮其实主要的效果 我先demo给各位看 第一个就是原来是没有东西 我希望按下这个按钮 它可以全部帮我完成 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些它的几率 1号在101年出现的几率是多少 102年出现的几率是多少 合计就把两个加起来 然后最后的排名 排名我们是用rank.eq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是 这个公式里面 如果我点选下一个 你会发现 它有没有改变 完全没改变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也都没改变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它其实以后 如果你要输出公式的话 其实完全不用改 也就可以快速的 把这个结果做出来 你会发现 那主要为什么你讲说 它为什么可以都不需要改任何的公式 主要原因就是我前面讲过 就是你可以配合那个定义名称 那如果你把名称都定义好的话 再把公式贴到那个VBA里面的话 那一个字都不用改 所以以后定义名称 你还可以跟VBA搭配的好处 就是不需要去改动任何一个字 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 只是说可以再想一下怎么去做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就可以输出 那再来的话我希望 第二个功能就是希望怎么样 如果排名前七个 因为乐透财如果 或者是叫大乐透 如果我今天希望要签签签签签的话 一定要总共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我需要假设我希望知道这两年的这个前七名的排名 所以大家有几个方法我如果希望帮我把什么排名是在前七名的这个号码 帮我加一个底色上去 那我该怎么写 按下这个格式化VBA 有没有发现 等于是说我自动判断排名 如果排名小于等于7的话 帮我把同一列的A栏 有没有比对在E栏 同一列的A栏的底色帮我改成黄色 因为这样我比较好知道说到底哪些号码是我要的 另外的话一样可以把它做格式化清楚 这个号码又不见了 这个其实是一对的 这两个一个是加上去 一个是把格式清除 清除其实也讲过了 就是把它底色恢复成没有底色 最后我会希望多一个栏位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上格式化虽然已经蛮清楚的 但问题还就是说 你还是非得要什么 再慢慢看 12号 21号 27号 21要往下卷动 那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 不要往下卷动 直接干脆帮我把前7名列在这边就好了 12号帮我搬过来 21号帮我把它搬过来 按照那个顺序搬过来的话 怎么做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本来我写的是搬过来搬过来 但后来同学就说 老师可不可以把那个 因为直接搬过来 他没有按照排名 那可不可以帮我把什么 第一名的放在最前面 有没有 34号为什么 是排第一个 因为1号刚好是排第一个 我是把34 有没有 放在这里 那21为什么放第二个 因为他的排名应该是 21应该是排第二吧 对没错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希望 两种写法 一种写法是就按照那个 我们先找到了就帮我搬 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按照名次去帮我 做那个号码的排序 那这要怎么做 也是这样有个清楚 反正我们这个范例 希望做的就是这六个按钮 你要怎么把它做出来 OK 其实主要是一般工作上也是一样 反正我们想要的动作 如果你都可以把对应的这个程式写出来 那其实很多问题就解决掉了 好 那首先的话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的话我先把这个热透 然后采清除掉 因为在做VBA之前 我们还是先 也还是要先把这些给做出来 那怎么样可以把这做出来 第一个我们先 如果要算它的几率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插入函数 用那个count if count if的话在哪里呢 在统计里面的 这特别是统计里面的counts相关函数 那特别是有个range 有个criteria range的话指的是101年 这个范围里面的所有 所以包含这七个号码 然后一般是control shift的向下 有没有先选横向再选纵向 可是其实还是不是很ok 为什么 因为还是很麻烦 所以建议怎么样 你们先定义名称吧 条件的话指的是 这个范围里面是这个号码的 不过我这边已经有定义好了 我先要按确定 我先把这个关一下 我另外开另外一个没有做的 所以首先的话第一个 当然我们就先定义几个名称 包含第一个101年 这个范围先定义名称 那第一名称的方法就是 我习惯先选横向的七个欄位 七个储存格 control shift的向下 那名称的话呢 那我给它叫做 一般习惯叫101年 可是特别注意哦 名称不能用数字开头 所以呢你前面可以加一个a a101这样可以 但是你就不能用数字开头就对了 否则如果你用101这样end 他会跟你讲说 啊必须输入有效的范围名称 因为其实也不只是只有这里哦 很多地方都不能用那个数字开头哦 否则会出错 像很多城市的命名也不行 这个可能要慢慢 那所以我们干脆取名称叫做 开奖101好了 比方叫一个比较可以记得的 而且比较不容易错误的 第一步的话 一样 先选取 这边点一下 输入你那个名称叫开奖101 那习惯把它先复制 因为等一下开奖102 好 这开奖101嘛 那这个范围的话呢 也向右选取 在Ctr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呢 我叫做开奖102 OK 好 那这样的话就有两个名称了嘛 再来的话呢 统计分析里面 将来呢 我们可能会 参照到号码101年102年 合计跟排名 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这五个栏位 帮我把这个底下的资料 叫做这个名称 这个底下的资料 叫这个名称的话 那以前的做法是哪 就是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是选取这个范围 然后呢 Ctrl Shift 有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把这个范围名称叫做 号码 然后你就打在这里 对 号码两个的Enter 是也可以啊 可是问题啊 像这边有五个栏位 你就要做五次 有没有 那比较快的方法 跟各位讲一个 比较快的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公式里面有一个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选A1 Ctrl Shift向右 我再把它向下 也就是说我先把这个范围全部选起来 那我再利用呢 从选举范围建立 把顶端列打勾的话 你会发现因为刚好它的名称 就是刚好在哪里 在顶端列 这个叫顶端列 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五个栏位 一到五 对不对 它就会帮我建立五个名称 然后自动对应到下面的这个范围 这个就是什么 从选举范围建立 记得啊 公式里面 从选举范围建立 打勾顶端列之后 按确定 那它就会帮我自动建立 建立几个我们名称官员 它会自动帮我建立号码 有没有号码在这里 那对应的就是下面 然后还有什么101年几率 不过你会发现 101年的几率 其实我们刚刚是选上面 但是因为它的什么 它的开头呢 名称是一开头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它自动帮我们在前面加个底线 有没有 特别注意哦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讲的 名称 定义的名称不能用数字开头 所以它就前面再加一个不是数字就可以了 OK 然后底下这个102年 在合计跟排名 好 那如果说我已经名称定义好之后的话 那我要如何计算几率 首先的话呢 一样 先把游标放在B2的位置 然后插入这个最近使用过的 康义符 范围101年 按F3 我要的是开讲101 这个范围里面呢 如果出现1号的 它的次数是几次 17次 有没有 可是我不是要几次啊 我要几率啊 所以后面的话你可以再出一段 除以 那个101年总共开出几个号码 有没有 177个码 那好像总共假设170 那就是好像997 好像693个号码 那它不是叫你用693 而是什么 你可以用什么 用Cons Cons函数的话 前面讲过 Cons函数呢 主要是什么 去算某个范围里面 是那个什么呢 数是总共有几个 所以F3 这边其实也可以F3 那一样 开讲101 后瓜阿虎一下 所以这个算完之后 得到的结果就693 那再除以刚刚的17 他就会得到 他的几率是0.024531025等等一堆 可是问题啊 这个当然你可以 把几个啦 一般就是把 要不就把小数点不要那么多 减少小数点 但另外一个方法呢 可以 可不可以显示成万分是多少 可是你想说万分是多少 在这里有个所谓的分数 分数里面的话呢 最多到百分之多少 可是呢我希望一万次出现几次的话 那其实有个方法啊 你可以先用百 一百百分之三十这个 制定 然后把一百改成一万就可以了 按确定 一万次出现 两百十五次 向下填满 你这样就全部算完 一百零二年也很简单 你把公式怎么样 复制 取消 再贴到一百零二年的位置 其实啊 只要把名称变更就好了 有没有 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定义名称有好处啊 就是他不用像之前如果不是名称的话 你变成你还要去看那个范围到哪里 但是因为我们定义好了不用管 而且不会错 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我觉得我觉得还蛮推荐各位 很多地方可以用定义名称 打个勾 向下 这个格式怎么过来呢 刷一下 点一下是复制一次 那其实只要复制一次 那如果你点两下的话就连续复制 你可以一直复制 向下填满 好 机率就OK 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呢 如果我们公式假如将来用VBA的话 你点下一个 有没有发现 A2会变A3 A3会变A4 但是如果说你将来西完哦 连这个都不用改的话 其实你甚至可以把那个A2这个地方哦 把它按F3 不要不要A2 用什么呢 用号码就可以了 按打勾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哦 下面都是号码 有没有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定义好一个名称吗 就是底下的这个范围 它就叫做号码 有没有 那所以以后的话 你只要用号码这个名称 它就会自动去抓到 你现在所在的相对位置的A 实际上就是A2 下一个就A3 只是呢 他们通通叫做号码 应该可以懂那一道理吧 相对应的关系哦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后面有个好处 如果你要把它改写成VBA的话 程式呢 一个字都不用动 直接贴上就好了 这个地方一样的道理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的话 一样把它改成什么 号码 F3 把它改号码 然后一样打勾向下填满 那合计的话呢 我们是这个跟这个 所以这个跟这个的话 特别是以前我们是等于 这个加这个 对 两个相加嘛 向下填满 但问题哦 你会发现一样哦 它会B2 会变B3 C2 会变C3 那还是要改一个I 所以如果你不想改的话 你可以知道 直接在这边等于什么 等于F3 F3 F3就可以直接调用 那就是这一栏 这一栏的名称就是 101年的几率 加上在F3 102年的几率 打个勾就可以了 这样向下填满 其实结果一模一样 只是说你会发现 它名称都没有变动 也就是以后 我们输出公司到储存格 就是这一串资料 就搞定了 那排名的话也是这样 插入函数我们用什么 Rank.EQ 用统计里面的R开头的 Rank.EQ的函数 Rank.EQ Rank.EQ 然后一样是 它的成绩在这边 它的合计在这边 它的reference 也在这个范围 所以其实都是合计 所以你按F3 然后你就选合计 然后再按F3 那也是选合计 不过可能会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两个都合计 它可以做出结果 因为第一个数 它只会取一个 如果里面取一个的话 那会取相对 同一列的这一个 那ref是要取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给它是一个范围 它就全部丢一个范围过来 或者甚至你也可以 看旁边这个也大概知道 这个一个大瓜虎 大瓜虎一定是范围 那如果只取一个的话 就取相对位置那一个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一样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但是呢 我们待会如果它写VBA的话 其实就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应该是43列 然后把B欄的公式贴过去 贴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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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了 好了画面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地方 记得第一步先定义名称 所以定义几个名称 第一个的话 我们是定义101年这个范围 输入到这里 102年在这里 那比较特殊是这里 Ctrl A1 Ctrl就是向右向下 然后直接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了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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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